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妹 与小六岁的调酒师Sam 姚小姐 稳定交往五年 有别于高调晒恩爱 这几年来爱的低调 相当呵护恋情 最近难得在镜头前谈起男友 坦诚对方因为她的身份 而承受不少压力 锦荣日前正式与交往六年的蔡依林分手 外界推测原因之一可能是身为天后的男人背负了不小压力 对此 张惠美同样贵为天后 被问到男友是否也有压力 据报道 她难得松口坦言 当然 她的压力一定会有 不过事实上 下落舞台只是阿妹 和大家一样与普通人并无不同 让外界难得窥见天后小女人的一面 事实上 张惠美虽然公开场合很少谈到男友 但私底下经常被拍到一起进出自家开的店 近年频传好事已尽 但她始终保持一贯的低调态度 表示目前还是张小姐 不过也曾罕见秀恩爱我还在幸福 娱乐乐点推荐爱事时间 徐静磊黄丽航相恋七月四分之一年 新浪娱乐讯 12月25日 时至圣诞节 徐静磊在社交网络晒出蛋糕照片 并配文 七月四分之一年 随后又在微博中晒出同样的照片 写道 爱是时间 低调是爱黄丽航 徐静磊 黄丽航2009年 因合作嘟啦啦声直戒而传出绯闻 至今七年多 二人感情线与徐静磊所配文字 七月四分之一年刚好吻合 徐静磊一向低调 旧 连圣诞节秀恩爱也秀得如此安静 网友纷纷送上祝福 老徐一定要幸福 还感慨道 真的羡慕这种成熟和事 又平淡幸福的感情 新鱼 则编 Shining Poppy将否认被抓传闻 配表情 拒绝黄赌毒 新浪娱乐讯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 北京警方夜查卖银嫖娼 查获数百嫌疑人 网传多位网红 互联网大佬与投资人在内 更有大V影射 Poppy将 十二月二十六日 Poppy将反微博否认 并配图拒绝黄赌毒 二十五日上午 北京警方通报称 据群众举报 经缜密侦查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 北京警方依法对涉嫌 存在蔓延嫖娼 违法犯罪活动的多个 场所进行查处 从现场位于东城区东直门 南大街的保利俱乐部 海电区版井路的蓝带俱乐部 海电区大中寺东路的 厉害名人俱乐部 查过涉爱嫌疑人数百名 随后 网络流传出一份 被抓嫌疑人名单 多位网红 互联网大佬与投资人在内 有大V爆料影射 POPPY醬 写道 北京圣诞节扫黄 有个超级女网红 麦延被抓了 整个一年 她红痛了大江南北 捞钱捞到手软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 五 POPPY醬法微博否认 你们来说 说清楚 谁 是某提了名字 就会满大街 都知道的女表丝 话重点 网红 另外 我住朝阳 话重点 谁举报谁呢 配图中 POPPY醬用了拒绝黄赌读的表情包 和诗 则编 删宁 爱事时间 徐静磊黄丽航相恋 接了四分之一年 新浪娱乐训 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指圣诞节 徐静磊在社交网络晒出蛋糕照片 并配文 七又四分之一年 随后又在微博中晒出同样的照片 写道 爱事时间 低调是爱黄力航 徐静磊 黄力航2009年因合作赌拉拉声直戒而传出绯闻 至今七年多 二人感情线与徐静磊所配文字 七又四分之一年刚好吻合 徐静磊一向低调 就 连圣诞节秀恩爱也秀得如此安静 网友纷纷送上祝福 老许一定要幸福 还感慨道 真的羡慕这种成熟和事 又平淡幸福的感情 新鱼 则编 Shining Poppy 将否认被抓传闻 配表情 拒绝黄赌毒 新浪娱乐讯 12月23日晚 北京警方夜查卖淫嫖娼 查获数百嫌疑人 网传多位网红 互联网大佬与投资人在内 更有大V影射Popy将 12月26日 Popy将反微博否认 并配图拒绝黄赌毒 25日上午 北京警方通报称 据群众举报 经诊密侦查 12月23日晚 北京警方依法对涉嫌 存在蔓淫嫖娼 违法犯罪活动的多个 场所进行查处 从现场位于东城区东直门 南大街的保利俱乐部 海电区版井路的蓝带俱乐部 海电区大中寺东路的 利海名人俱乐部 查过涉爱嫌疑人数百名 随后 网络流传出一份被抓嫌疑人名单 多位网红 互联网大佬与投资人在内 有大V爆料影社POPPY醬写道 北京圣诞节扫黄 有个超级女王红 卖炉嫌疑人被抓了 整个一年 他红痛了大江南北 捞钱捞到手软 12月26日中 5.POPPY降法微博否认 你们来说说清楚 谁 是某提了名字就会满大街 都知道的女表司 画重点 网红 另外 我助朝阳 画重点 谁举报谁呢 配图中 POPPY降用了拒绝黄赌毒的表情包 和诗 则编 Shining 则编